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4月3日,勇士和猛龙的这场比赛成为了见证历史的一战。 猛龙最多的时候领先了勇士61分,最终全场勇士77比130输给了对面53分。 NBA历史的单场分岔记录是68分,而这场比赛作为21世纪以来最恐怖的王朝球队。 勇士只差7分就凭记录,只差8分就破记录了。 在他们建立王朝之后,勇士曾经不止一次送给对手过羞辱,例如当初他们面对灰熊赢过对面50分。 但是既然双方都是NBA球员,你这一路输到60分,是不是有点没有下线了呢? 对面的得分超过了你一倍以上。 而且这场比赛猛龙创造了多项恐怖的神迹。 首先第三节比赛,猛龙单节打出46比14的底分。 一节赢了勇士32分,直接刷新了他们的队史记录。 另外勇士也创造了第二大记录。 过去65年以来,勇士从来没有单节被对手领先超过30分。 王朝时代的勇士,别说被对手单节打出30分的优势了。 反倒是他们曾经面对对手的时候,打出过单节接近30分的竞胜。 但是从来不可能说一节,输给对面这么多。 另外第三大记录也诞生了。 这场比赛,猛龙队的特伦特送出了加54的正复职。 这是他整个NBA职业生涯至今为止。 三年以来单场正复职最高的一次。 他此前从未出现过加54的正复职,自己在场时能赢对面54分。 这个就是一个羞辱了。 此外,猛龙队史的单节,第三节最高分46分。 也是在今天出现的,同时猛龙队史的单场,竞胜分53分的最高分。 也是在这场比赛出现的,一场比赛勇士创造了五大耻辱记录。 唯一的好消息是球队的领袖库里并没有放弃。 他们在退场的时候,库里站在场边,挨个合自己的队友们,机长鼓励他们。 希望在库里回归之后,他们能够振作起来。 勇士这一场比赛,直接输掉了整个王朝球队的底线。 要知道2015年4月2日同期的时候,勇士当时的战绩是62胜13负。 2017年同期的时候,勇士也拿到了63胜14负的成绩。 结果现在距离王朝结束只过去了两年时间。 19年勇士在总决赛输掉。 结果现在2021年,他们在同期,却已经打出了一个输53分的比赛。 就在这场比赛,输掉之后,帕金斯直接点名道姓,质疑勇士的主教练,史蒂夫科尔。 他说自己,现在已经开始质疑科尔了。 他是不是,只能靠超级巨星,才能赢球呢? 没有了超距,他的球队,就打成了这样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